第三三題 當鋼珠由水管Q端跑出後 下列哪一個圖形 可表示鋼珠在桌面上 最可能的運動方向 當鋼珠跑出水管之後 就不再受到水管B的作用 也就是失去它的向心力 圓周運動失去向心力之後 會沿切線飛出 所以我們看出來 C的圖就是沿切線飛出 所以第三三題問說 下列哪一個圖形 可表示鋼珠在桌面上 最可能的運動方向 我們答案選的是C